今天来到咱们听说很好吃 你想找什么样的美食 我特别想找那种 听起来很好吃 但是吃起来更好吃的那种 有声音的美食 对 因为现在很多人就觉得美食是 闻起来很像啊 或者是看起来很好吃 或者尝起来很好吃 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声音 就有的时候 这个声音也会让这个食物变得更加的美味 有很多菜上菜的时候都带声音的 嘶啦一声 比如说上来浇一勺油的那种 想游上火啊 好吃 烧烤的那个 嘶啦嘶啦 烧烤 或者脆脆的饼什么都是 脆脆的 嘎包脆的 还有葡萄一嚼爆浆的那种 看看吧 多少位大厨愿意接你这个单 听起来很好吃 吃起来更好吃的美食 大厨们请做出选择 大厨们请做出选择 夜四的前提我中 有了有了 郭厨结单了 帅厨也结单了 帅厨也结单了 你这个命题直接激起了他们的胜负欲 苏大厨也结单了 第一位选的是郭厨来 我今天要做一个从名字到烹饪手法到食物都会发出声音的 我要做一个爆裂火焰绝绝宝 那广东的绝绝就是声音 绝绝宝 当时我们在广东的大排档会搞促销 卖 就是一块钱一只鸡 所以呢我今天会做一个火焰绝绝鸡宝 那个吃里面呢我们会放一些脆的食物 会让你发出声音来 哦 左燕绝绝鸡宝 这个名字我确实是第一次听 还不错啊 还不错 我刚才后面还有呢再听听 我今天呢做的这道菜呢 是人类最原始的烹饪的方法 啊生吃 做一道无火烹饪 然后呢我会在现场操作 然后我们能够现场让大家一起动手听到 特别特别好听的声音 也能吃到特别特别好吃的美味 但是这个菜的名字呢我现在不公布 等着留点悬念 但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我告诉你啊 以我的了解 人类最初的烹饪方式是雷劈 现场造雷啊 我做出道菜叫 脆到心里面 你看你不是喜欢声音吗 哎呦好脆哦 还有吃到嘴里面的声音 你看 苏大厨好会卖关子 这个绝对是云南最有特色的小吃 这是我其中的一道菜 还有别的菜 就我这里不能透露太多 如果你想尝到我的菜 你只能嫌我 都开始卖关子了 我觉得苏大厨作弊 苏大厨每次他都是拿三四个菜来跟我们一个菜比 什么叫作弊 那是节目组的需要 没有 节目组没有这样的需要 不可以 终于引起公愤了 你看见没有 对 起盛大厨该改个名字了 叫苏大卷 卷了这个卷那个 苏起盛 你今天你就没有听到这个命棋 刚才说跳广场舞 在跳广场舞你是听不到 人家在夜市嘴巴上吃的呱呱呱呱呱的声音 你耳朵没那么好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声音勾起你的这个食欲知道吧 重点滑重点 现在苏大厨有点这个重视之地的感觉 对 看到我心的跳出来了 那我今天做的菜名叫做雷霆嘎巴 雷霆嘎巴 我让你在听觉视觉味觉上都是很哇塞的 那我在这道菜里呢 我会解锁各种美味的声音 外表啊尽管是平平无奇 但它的内在是别有洞天 每天一道家常菜雷霆嘎巴 含哇塞 选我 没错 民宿的菜在我看来是非常适合去打卡 就拍照比较好看 对 很出片 但是一般这样会好吃吗 这个只能你自己吃了 四个选两个 来 来选咯 我想先选明书 还是年轻人爱打卡对不对 我想尝尝到底好不好吃 加油明书 再选一个来 帅出 我是不是还可以选一个啊 你想让我们的这个好吃家族帮你爆一个灯吗 好吃家族 哇 好可爱啊 可是你想吃哪一个呢 其实我挺好奇 这个食材 我的这个食材是云南当地的一个特色 是牛皮 牛皮 对 它是用那个牛皮来炸了以后 它去成这个样子的口感 再炸上这个云南的特色的这个烟菜糕 它能解腻 所以说这个都是云南的这个当地的小吃 特别谢谢苏厨刚才讲的这个食材 我感觉挺好听的 特别感兴趣 但是我想选郭厨 想选郭厨 想选郭厨 是不是选女 是不是周芷若 是不是一会儿跳那柔情的舞 一会儿开始跳广场舞 是不是 郭厨 对 绝绝我觉得这个 没有听过 然后觉得很好奇 想尝一尝 苏厨手里那个也绝了好几个了 那个食材我已经看见了 就没有新鲜感了 没有新鲜感了 语言 苏厨厨再录一技 这内心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可以成长 然后做出来的菜会更加好吃 对 四位 是否报登请选择 第一 谢谢 来